嘿嘿我聊事件以天天的目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朝鮮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12點鐘方向的藍方玩家 選擇了朝鮮人 朝鮮人特色是挖手速度很快 而且劍塔可以自動升級 而且擁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而且他的軍事單位有這個木材消耗減免 不管你是要出戰矛兵還是槍兵 消耗會再更少一點 但是不包含工程器單位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大約16點鐘方向 黃色的玩家Viper選擇的文明是瑪雅人 瑪雅人特色是挖資源的時候 可以再多挖15%的時間 而且他的老鷹可以高達100D型的白血老鷹 他的弓箭手還有折扣的部分 所以他很適合前期打工兵開局 後期帝王打白血老鷹 瑪雅人他的槍兵路線是完整的 但是沒有這個劍兵勇士 後期的話也沒有這個救贖思想可以用 所以城堡賽斯又要遇到生頭戰術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喔 很容易打輸對手 能靠老鷹去反制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喔 那這個地圖目前看起來 白本的後方地圖是比較好一點的 黃金在裡面這個位置 這裡可以再稍微圍出去一點 再圍過來 火著地方可能很難守 甚至可能有點難受 因為他就是在高地上 對方攻兵戶毛兵過來 很容易就會打穿這個位置 那後方沒有黃金 只有一塊石頭還算不錯 待會要轉羽毛劍射手 也可以考慮喔 但是打朝鮮人的話 馬戰車這個單位的話 可能還是要多靠自己的銀貫技術 無耳切紙毛兵 可以讓自己的瑪雅的戰毛兵 多發一個毛兵的傷害 那朝鮮的戰車是蠻麻煩的 除非後期白血劍有出來 才有可能比較好的反制 好 那再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這邊 朝鮮人兩個黃金在前方 Miper非常像啊 兩邊的黃金都靠正前方 那這個是打天梯 最不想遇到的事情 那墓區的部分還好 朝鮮這邊是有兩塊 Miper這邊其實也有兩塊 但他第二個墓區會比較遠一點 所以他基本上前期只能靠這塊墓區存活 那後面果子在後方 前期是相當舒服 但他的缺點是 正前方的位置是很難守住的 好 優車這邊要圍的話 也可能只要圍到底才行 不然就是左邊這裡也是 稍微要圍出去一點 才可以圍好 不管就不說 大圍都要耗費非常多的資源 好 那朝鮮這邊是轉出了毛兵 Viper這邊轉了一隻弓兵之後 要來出毛兵嗎 那瑪亞人他們的優勢特色 就是不需要去轉馬 就可以擁有機動性單位 鷹刺猴 那鷹刺猴相對來說也是稍微弱了一點 攻擊力的話沒有像一開始刺猴 補兵時代補點傷害 所以勞鷹在這個時期是打不贏肉 OK 這邊被收掉了一隻勞鷹 現在朝鮮家裡補下了一級一射 冰工廠早早補下 那Viper這邊冰工廠還沒有補 這邊冰工廠並沒有那麼早就想要補下 因為冰工廠越早補 就意味著你一開始的農田就越少 你一開始的農田越少 就越有可能會斷村或斷肉的問題 這個前期適合這種細節的問題出現 這也就是說 你這個冰工廠越晚點 你的經濟就越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Viper 他的經濟已經開始超過對手 已經領先了200資源 瑪亞人的經濟在這個時間點會慢慢轉好 主要是因為前期有吃這個野味的關係 吃了再更久一點 好那Viper這邊是拉了兩隻老鷹 跟四隻弓兵在左側 朝鮮這邊也是拉了一堆部隊回來 這邊是打一個雙向進攻 來看一下這一波 好左邊控黃金 右邊控蓋東西的村民 左邊的老鷹要撞TC 但是Viper即時拉走 右邊的村民還在被暴打當中 這邊高打低的老鷹 要小心這裡要匯合了 把Viper的部隊全部會直接溜了進來 這波優先上去攻擊了 風箭手 老鷹開始做出了大量的輸出 後面直接拉過來開始暴打 其實村民打老鷹3是非常高的 因為老鷹一點防護力都沒有 跟刺猴一模一樣 而且血量比刺猴還要更低 傷害還要更低一些 所以老鷹在封建時代的優勢 並不是那麼大的 但是優點就是不需要碼 最後就可以蓋 然後老鷹直接被暴打一波 Viper最後是一村都沒有拿到 有人說有騷擾但不多 這個騷擾的打法 好那這一波應該是直接被收光 Viper後面補下了一個市集 待會要靠買賣 要來升到 城堡時代了 好超級人覺得這個地方不太好打 直接在旁邊補下了一個 天王塔 想要鎖住這一塊的區域 那如果Viper在這邊蓋劍塔的話 還是可以空到挖警狂村民 但朝鮮人會自動升級防護劍塔的關係 所以就算這個塔蓋這個位置 待會上城堡時代 還是能夠有效的反擊被插塔的問題 對朝鮮在打插塔的時候 可以再稍微插裡面一點 也是會比較好反擊回去的 好右側終於拿到了一殺 Viper拿到一殺之後 弓箭手要往後撤 這裡不能再打對方毛兵數量有點多 好老鷹往上走 現在家裡補下城堡時代 應該在拖時間而已 這拖兵好像沒人看到 好上去直接對射 好毛兵去追工兵 工兵去追老鷹 但老鷹能夠追得死嗎 好瞬間反擊 工兵直接卡在了左邊的劍塔下方 好這裡空金空的很漂亮 只要能空住黃金 自己就有更多的優勢在 好這邊稍微躲不下毛病的傷害 最後還是選擇拉走 最後工兵還是死了兩隻 弓兵升級也好一秒鐘 後面老鷹還是被劍塔給射死了 好升到城堡時代 Viper現在是12村 有數點大學嗎 看一下 這邊的戰術是選擇了打修道院 而不是上大學喔 好右側的士忌補下 朝鮮人升到城堡時代 沒有挖石頭 沒有石頭 就意味著沒有馬戰車 沒有馬戰車 對瑪雅的大戰來說的話 就只能出戰毛兵來打架了 那如果只出戰毛兵的話 又很怕老鷹 所以朝鮮人這邊要稍微防守一下 先出戰毛兵一下 待會可能要出幾隻騎士 或是出肉吧 去擋這個老鷹 但騎士部分喔 基本上也不用出去喔 出去要騷擾的話 應該是蠻困難的 好那朝鮮的騎士還沒有品種 好右邊持續騷擾當中 但是沒有打破洞口 目前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朝鮮人這時候補下了戰毛兵的升級 待會還是要來 打下戰毛防守陣 待會還是要趕快挖石頭 打馬戰車會比較好 好那Viper這邊是轉出了一隻僧侶 僧侶要先去撿生物嗎 還是要先去前線招翔騎士呢 殘血的騎士應該能點掉 有車的龜子 被毛兵打了一下 回頭 順利升級到了戰毛兵 好捧你的手躲一下 這個不行 騎士越往前就越容易被poke 所以我覺得騎士放在家裡農田附近 不過金礦後方就行了 你的騎士出出來 本來就是要防守老鷹 飛進來打一波 如果對方不敢進來 騎士就去後面防禦呆著就行了 好不然就是轉馬戰車 好Viper這邊轉生女 生女照到了一隻戰毛兵 點下了二級農田 這邊補了一個大雪 對 本來朝鮮還是想要走工兵路線 現在瑪雅這裡沒有二級的工兵鎧甲 被箭塔射還是有點痛啊 攻擊力九點的防禦箭塔 還是要小心一點 這裡點掉了一村 Viper這邊已經擊殺了五隻村民 村民差距40村打49 現在戰毛兵出門了 還有一隻騎士 沒想到最後還是派騎士出門騷擾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 這裡沒有點一弓 騎士要砍五刀喔 看一下 騎士能做到多少事情 騎士先過來看到了法務須 Viper在正面 看到對手第一防止 讓戰毛兵出來 看到雪還沒有補 補了大雪還沒有補 結果Viper被擊殺掉了兩隻村民 第三村可能也要被拿下 那Viper在打天梯的時候 都會特意故意不為家 現在看起來不為家還是會有點難受 現在反應可能也是不如以前了 那世紀第五這款遊戲 並不是反應 就會有用的 可能還是要靠一些大局關 或是一些觀念 會更有用一點 那如果你有手術 又有大局關的話 那就是黑羅阿頓級的實力了 OK 那這邊15隻公兵 被戰毛兵追著打 現在家裡也被受到騷擾的關係 顯然Viper有點潰不成軍 上方這時候居然在補城鎮中心 我有沒有搞錯 你這邊還被控住的情況下 這裡還蓋TC Viper好像有點輕敵了 後面木牆 就去蓋 還不是蓋石牆喔 是蓋木牆 但你蓋了木牆又如何呢 佔毛兵還是可以繼續輸出 Viper這波砍得有點慘烈 經濟受到嚴重騷擾 這樣了 Viper被對方節奏 開始慢慢帶走 後面開始慢慢回家 後面的戰毛兵緊追在後 正面的騎士 小翁不成功 直接用戰毛點掉了生女 哇 朝鮮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好 再收到兩隻老鷹 老鷹在城堡時代 雖然有7點傷害 但沒有點下鷹刺頭的話 鷹勇士的話 血量還是稍微少了一些 好 這裡再繼續撤 這裡再不撤的話要死傷慘重了 好 現在Viper的城鎮中心被控住 現在被朝鮮反殺了回來 46 隊伍11吋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3TC開攏 第4個TC應該是蓋不起來 這裡要趕快轉投資車嗎 好 這裡先轉了一台奴炮 等你過來直接被戰毛投死 朝鮮人二級伐木居然沒有點 Viper只是撿下了惡農惡木 甚至手推車也補下 先技直接控到最好 好 工兵稍微把騎士給逼退 但這邊可能會騎士回頭 暴打一波 因為戰毛兵都來了 但左邊一台奴炮 開始串燒 提示目標應該是會先去打奴炮 如果要正面開打的話 但現在戰毛有高打地的效果 放住高地 奴炮輕鬆反擊回去 這個高地真的是難受 家門口前面有個高地 真的是生不如死 朝鮮開始轉成騎士暴囉 太狠了 沒有品種 還是可以打騎士 最近對方的老鷹 是很害怕騎士 我有戰毛的話 我也可以省這個木材 戰毛可以克制工兵 朝鮮這個戰毛配騎士 確實打得漂亮 完全不會在意自己的騎兵劣勢的這一點 打出了一個很好的搭配 這波被走進來 完了 家裡什麼都沒有 城堡也蓋不起來 這個城鎮中心有點危險 投資車斬一下 想打村民 工兵回來守一下 好 點下了一級工 家裡現在到處都是兵力 但還有這三個城鎮中心到處血防 戰毛兵一直被城鎮中心給射倒 地上一大堆戰毛兵的屍體大約10人左右 但Viper也因此 左邊的村民只能四處逃難了 好 現在資源量開始有點拉近了 但是Viper還是領先大約4000的資源 3500左右 好 後邊工兵稍微拉打一下 剩下7隻工兵 還有再繼續拉打嗎 好 現在有點難了 好 我們終於把城堡蓋好 要不要轉羽毛劍射手呢 這時候轉羽毛劍射手也是很麻煩 因為對面的戰毛兵還是防禦很高 但轉羽毛劍射手的優點 就是可以風箏這些騎士 雖然也不到風箏程度 騎士還是對著上羽毛劍射手 但至少可以做個拉打 雖然可能會被摸個幾刀 但是拉打的優勢還是有的 好 果然還是要轉羽毛劍射手 好 好 朝鮮現在是二防一攻 從前看到的狀況是朝鮮人 村民處非常落後 因為他是單TC出騎士了 找起來是雙馬就在出騎士了 那後面才轉成雙TC 所以現在經濟開始落後的有點明顯 雖然Viper剛剛也是被衝了一波 但城鎮中心還是有效守住了戰毛兵跟騎士的騷擾 現在要穩定應局是對Viper來說會比較好 自己家裡出一些兵 起毛劍射手 可以稍微擋一下 好 家裡要再補一個秀刀院 感覺不補秀刀院的話 騎士也是有點難纏 好 左邊又補了一個城堡 好 鎮人這裡又補秀刀院 好 左邊的騎士 成功攔截到想要去BD的弓箭手 好 眼毛劍射手開始出門了 而且的弓兵鎧長也點下 好 好 重新補下一個市集 待會才可以透過買賣 調整一下自己的經濟節奏 好 這個兵工廠 爆炸之前還是把弓兵皮夾給研發好 好 眼毛劍射手現在血量是50滴血 好 待會帝王時代才會來到65滴 那現在羽毛劍射手要做出 操擾會比較重要一點 好 這裡蓋TC的村民又要被抓 這個朝鮮反應很快 及時拉走 Riper沒有 已經有彈道血了 所以打得很準 但朝鮮這裡沒有 好 這裡看到羽毛劍射手往前 這一坨騎士可能要衝了 大力還是沒有收到遠 左邊的木頭挖穿 等一下趕快回去 好 這裡稍微逼退一下 後防這坨戰毛跟騎士可能還是打不到東西 好前面補了一根城堡 Riper準備要來提升帝王時代了 好 這裡補下更多農田 哇 白婆這邊田灑的蠻多的喔 這樣的田的話 總數大概快要來到50片田喔 45片田左右 哇 50阿 剛剛一瞬間出現50 好 右側的城市中心放棄 好 帝王時代補下了 小Riper領先對手一個時代 升級 好險人 現在你帝王時代還需要一點時間 要不要再買個200肉呢 買個200肉 準備提升到帝王時代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這裡鬼轉鷹勇士 OK 稍微買賣一下 買了200肉 老鷹要小心 騎士上前可能吃得掉 14隻騎士 打13隻的羽毛劍射手 騎士通常是打得贏的 但是由於沒有品酒的關係 超起失誤有點 慫了 是我的話就A上去了 好 戰毛兵過來防守一下 瑪雅人二級步兵鎧甲 英勇士 提升了上去 攻擊力也慢慢提升 高低戰毛兵 反擊羽毛尖射手 效果很好 好險開始鬼轉了 馬戰車 馬戰車永遠高遠防的單位 所以羽毛尖射手 要射穿馬戰車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畢竟羽毛射射手 射程短 攻擊力還比槍弩少了一點 各方面都比強奴 奴兵弱了一些 好這一坨 羽毛射手沒有要跑的意思了 選擇遠地仗 好這裡城堡時代 帝王時代正在提升 朝鮮人還不能照劇情投資機 先點下了鑽瓦技術 想用城堡扛出一些傷害 老鷹現在到處跑 但朝鮮人的收村速度還是蠻快的喔 都感覺把這些老鷹 把這些村民拉到安全的位置 但村民好像沒有收村 好 MIPER又補下第三根城堡了 這城堡補得蠻快的 好 直接鬼轉 英勇士 反甲 老鷹 開始狂出了 但是如果出老鷹的話 朝鮮的騎士 就可以做到大量的傷害 直接順點 收掉老鷹 這裏可能要先升到電勇 三攻點完之後 補重裝騎士會比較好 因為騎士現在數量很多 投資重裝騎士 打老鷹 其實壓力也會比較小一點 但我是覺得朝鮮人轉步兵 路線可能會更好 畢竟他步兵也有這個軟甲 而且還有這個劍兵勇士 雖然沒有三攻 三二攻的劍勇 打老鷹還是防守來說 效果是不錯的 只要劍兵勇士不進攻的話 在家裡 效果是很好的 但騎士有個優點 就是不管是進攻跟防守 都很好用 而且都可以對得到老鷹 現在老鷹的跑速是1.43 朝鮮士這邊1.35 現在朝鮮人 沒有點跟蹤技術的關係 有點追不太到老鷹 好 正面站陣地 然後先拿下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應該是守不住 好 馬戰車 就是沒有辦法守住這些城堡 其實想要上鞋 結果直接撞到城堡 結果這邊想要再圍進來 好像有機會 MIPER這個建築學 剛好卡死了巨型投石機的路線 好 這裡白血老鷹 剛好研發完畢 血量已經來到100滴血 攻擊力沒有三攻 但是老鷹已經順利的擊殺了 射變大量的騎士 老鷹這一波貼得非常漂亮 MIPER這一波應該能打贏 白血老鷹非常坦 後續老鷹繼續補得過來 這一波白血老鷹飛 讓朝鮮人瞬間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MIPER拿下比賽勝利 哇 這一波朝鮮人 有點可惜啊 騎士沒有提早提升這個重裝騎士 繼續爆數量 要擋老鷹爆正面的話 還是數量要多一點才行啊 他真的是抱著資源去死去的 不然朝鮮人感覺還可以再打一陣子 但老鷹這一波升級真的是很快 46分鐘喔 就已經是快要全機體了 再差一個三攻而已了 後面還有出了一些巨型投石機 煽動城堡防守 MAR這個打法確實很厲害喔 帝王轉白血老鷹 這也是無懈可擊喔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MAR的MIPER 拿下資源勝利 資源全贏 贏了大概快1萬億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要緊急著幫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會員itch 會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